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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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长好夫人 都搬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来了 市长 你是怎么拿到这个账本的 这几年 我从来没有放松监视你跟宋家仪 你难道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不过 我还真得感谢你 否则的话 我还不知道小马是个叛徒 可惜呀 跟了我那么多年 要不是便捷的话 我肯定会带他去台湾的 家仪呢 他人在哪里 家仪 我已经安排他先住到宾馆去 明天上船 至于瑞绵嘛 恐怕已经在去码头的路上了 抱歉 没提前跟你说 拦着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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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没想到 我不仅要带走宋家仪 还要带走瑞绵 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现在都在我的手上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会好好带她们的 好 他也想麻烦 我来 我来 你都 meva 我要去 你 你 你 军长 军长 报告 五十一师尚未参谋高福亭 向军长报道 其他的弟兄 已经在外面待命了 好 来得好 军长 这是我们刚接到的电报 请您过目 大家都听好了 至此党国生死存亡之计 特命三十一军陆平生 坚守阵地 誓死抗敌 高尚未 在 你可一定要把他给我保护好 他到哪儿 你到哪儿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是 军长 那伟人状呢 军情紧急 以后再补 把我刚才所说的话都记录下来 高福亭 你就是证人 在这儿所有的人都是证人 是 不好意思啊 计划有变 我可能下午就要上飞机了 你跟嘉怡也见不了最后一面了 陆兄弟 老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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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疯了 轻点 叶向天 你太过分了 你这是绑架 你知道吗 我绑架我自己的老婆 你能怎么样 我告诉你 兄弟 最后赢的还是我 我告诉你 这一拳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放给我兄弟 阿哥 陆兄弟 叶向天 让我见宋家仪 丁兄弟 丁兄弟 你混蛋 这写家仪啊 来吃点点心 这一去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叶江天什么时候接你过来的 都来了一个礼拜了 贾姪 姜天应该一早就知道打不过了 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吧 如果我跟姜天没有关系 我也可能是共战党 不过他对你还是不错的 起码没丢下你不管 我早就跟你说过 姜天不像你想的那样 要不然我怎么会死心塌地的 跟了他那么多年呢 他这个人唯一的缺点就是怕输 其实你只要让让他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知道你个性要强 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 就老是吵吵你 其实这说到底 有什么意义啊 赢了能怎么样 输了又能怎么样 我从来都没想赢他 是他自己怕输 其实我觉得 姜天对你要求不过分 他不过是希望 你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他身上 这本来也是一个妻子 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嘉怡啊 听我一句劝 你想想看 你要是去了台湾 你能靠谁啊 还不得靠姜天呢 忘了那个爱人吧 跟着姜天好好过日子 不会亏待你的 两位夫人 该出发了 知道了 小白 我们喝完咖啡就下去 是 两位夫人 请上车 上车 我都别动 我都别动 夫人 别乱来 别乱来 姨姜天 我是不会给你去台湾的 夫人 别动 嘉怡 别过来 嘉怡 都别动 别动 都别过来 都别动 给我追 是 来 哎 姜姜 你要去走 不要去追了 你靠边 姜姜 姜姜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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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来 我就不信 还抓不着他 蒋天 放手吧 你就算是把他追回来 也是个祸害呀 你胡说些什么 蒋天 你为什么不直开眼 你看看 现在留在你身边的是谁 是我 是我呀 你为什么到现在 还都不明白啊 蒋天 你上不上车 你不上车 我把你也留在这儿 蒋天 要是连我都不跟你一起走 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就算是你把他带去台湾 你还是输 你还是输啊 蒋天 你还是输了 你还是输了 快 去医院 上车 我还是输了 去码头 去码头 是 去码头 你还是查车 你不是说你 有意思 我还没有 你还是给你 看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条瘸腿 你也不会认为我是弹官的 走 你先走 我们跑一个算议 要不然 我们两个谁也跑不了啊 我们 拿着 我们怎么总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东兄弟分开之后 我们真的谁也见不到谁了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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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阳都下山了 你怎么才回来呀 还不赶紧洗手吃饭 你干吗 你帮我拦了 小心点 帮我拦了 高大哥 分头我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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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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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停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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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会不会太松了 加不加脚 那就好 帮你做衣服还行 做鞋子呢 我老怕大小不合适 我是按我丈夫的大小给你做的 什么丈夫 我现在叫他哥了 他就是对我太好了 我才让离开他 那时候啊 我还有丈夫呢 你对我越好 我就越内疚 早知道我就不离开这儿了 我跟他说我喜欢做瓦 我喜欢做瓦 雅哥 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那你是想让我留下 还是想让我走呢 你 这就是胜负了 这是第一次 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 只是人说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可奇怪的是 这一次 我却连一点输的感觉都没有 好 注意了 所有人员到对面广场集合 快起来快起来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快点快点 都起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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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快点快点快点 你是陆大哥吧 你是谁啊 我是小三啊 你叫什么 小三 小三 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做上解放军了 这可多亏了你啊 我们在做一个选择之前 要先问问自己 是不是对得起父母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没想到吧 我当初听你的话 离开了土匪窝 离开的时候 我干妈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也不知道干妈呀 现在怎么样了 对了 你现在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当初可是你教我 要明辨是非 可是你现在 怎么就成了国民党呢 很多事情 是很难预料的 自从你教训我之后啊 我每做一个决定 都会仔细想想 如果我父亲看见了 会怎么想 可是你 你怎么会 说句实话 我真的希望共产党 答应这场仗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放心吧 我们解放军 是不会虐待战俘的 是 长官 别叫我长官 我不是长官 叫我解放军战士 就可以了 战士 你们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不要问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陆大哥 保重 再见 好 来 谢谢 也许 从我穿上国民党军服的那时起 就已经注定 这一天的来临 一切都结束了 我很清楚 从此之后 我不会再有瑞敏和嘉怡的消息 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 写信给我了 嘉怡 我真以为你跟叶姜天走了呢 你为什么最后决定留下来了呢 如果我跟他走了 可能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平少 我躲了几天 这几天平静一点了 才赶出来 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呢 本来是这么想的 不过 看现在的情况 我还是别给你添麻烦了 对了 对了 英国超呢 回上海了吗 他哪儿空回来呀 部队的事情那么多 对了 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真的 当时就说好了 只要全国一解放 我们马上就结婚 可是这刚一解放 部队的事情那么多 我只好想回来办理结婚的事情 你真是找了个好丈夫 嘉怡 平生他怎么样了 去台湾了吗 他不会去台湾的 我这几天去他家 还有理发馆 都没找到他 我担心 他可能被抓了 你相信他还活着吗 他一定还活着 小九 你帮我找找他好吗 只要他没死 肯定能找得到 没有陆平生这个人 收上 麻烦您再查一查 如果名册上没有 那肯定就没有了 嘉怡 我们已经打搅太久了 走吧 可能名字漏掉了呢 不会的 我真的在报纸上 看到平生被抓的消息 如果不在我们这儿 他也可能在别的地方 我能看一眼名册吗 宋嘉怡 对不起啊 周处长 我们先走了 谢谢你啊 我想亲眼确认一下 宋嘉怡 走吧 谢谢你啊 首长 不客气 走吧 嘉怡 你刚刚怎么能那样对人家说话 我们是借着尹国赵的名字 才见到监狱长 你这样会连累他你知道吗 难道改朝换代就不让找人了吗 这跟改朝换代没有关系 陆平生的人不在这儿 人家怎么会叫他出来呢 不会的 一定是名字漏掉了 也可能他死在五月那场战争里了呢 他不会死 是 嘉怡 我知道你对平生的感情 可你要做好最充分的心理准备 接受最坏的打算 他一定不会死 他一定还活着 嘉怡 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上海找不到 我就到别的地方找 他 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 快来干啊 快来干啊 赶紧再会儿 快来 赵淑海 谢谢师哥 王海坤 到 谢谢师哥 教友才 到 梁靖杰 到 刘九荣 到 李隆斌 到 律址 到 王瑜 到 他 有 她 他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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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一定要活着 就算是未了我 嘉义 我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起就要面对现实 我不知道野江天会对我做什么 也许一回英军就会采取行动 嘉义 嘉义 我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 你会怎么样 我会四处找你 可要是我死了呢 我就陪你一块儿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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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到此生 无法再与嘉仪见面的时候 我就已经死了 不止是我的心灵 还有身体隐身的心灵 是 可我是淹没在爱河里而死 就因为这样 我一点遗憾都没有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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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院长 什么情况 割腕自杀 病人失血过多 现在已经昏迷 立刻查明他的血型 同志血医师把血送过来 好 船长 孙院长 刚刚送来的病人有生命危险吗 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你是他的亲人吗 还是领导 请尽一切力量把他救活了 他在旧社会没有死 不能让他死在新社会 不能让他死在新社会 家姨 你真不打算 等到参加完我跟国赵的婚礼再走呢 不了 已经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 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而且 上海我也找不到病人 不如早点去别的地方找我 可我真不放心 你这样全国各地的乱跑 要不这样吧 你先回安徽老家 等我跟国赵帮你打听消息 不用了 我还是自己找吧 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他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 如果金兵换了瓶生 他一样会找我的 拿着 好 谢谢永小秋 祝你幸福 要是真有什么事的话 赶紧打电话回上海 我跟国赵都会支持你的 好 谢谢 再见 一路顺方 再见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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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做这样 伤害自己的事情 多少人想活都活不了 那么辛苦就是为了活下去 你却自己要放弃 你倒是说话呀 曾云 我看到你 才知道自己真正地活着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你们不该救我 你怎么到现在还说这种话呀 你知道我们为了救你花了多少心血 血哭的血不够 孔所长为了救你 让所有的犯人捐血给你 怎么会这样 我真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 你是一死了之 可是有多少人为了你痛苦一辈子 可是有多少人为了你痛苦一辈子 嘉义什么 小秋去朝鲜之前 嘉义一直住在他家里 嘉义还在这里 不在了 小秋去朝鲜之后 他就走了 说是要去找你 可是我就算让他知道你现在在这里 我也找不到他人啊 嘉义还在这里 他没有去台湾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为了嘉义 这是个什么世界呀 所有的事情 都是这么阴差阳错的 因为嘉义还在这里 只要我们还能站在同一片天空下 我知道 我们就一定会再见面